大家好,我是艾余恩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第一期明朝相关的爆料 1.1版前瞻 全服玩家宋十连优化手机端帧数 画质迎来十四级提升 明朝保底不挨卡池 最优化无敌 1.1卡池那麻了 同时上线赢了亿 近期 不知从哪里听来的消息 1.1版本的常理卡池很有可能提前上线 这就意味着 1.1版本开启后 今夕和常理的卡池 同时出现在换取页面 此类操作引起玩家的不满 不过各位先别着急 官方还未确定 擅自期待可不好 以玩家的角度来看 个人觉得提前反而是好事 卡池提前 可以让玩家做出更正确的选择 双卡时上线 玩家就可以在同一时间 体验两位角色的试用关卡 通过定位 输出手法 队伍配置等情况 做出最优选择 这样可以避免 因为错过今夕卡池而造成了遗憾 第二 能够让玩家紧早地抽取到下半的角色 这样就不用焦急等待 直接安心抽取即可 提前上线卡池 对于官方来说 优缺点相对来说 也比较明显 前期的确可以保证流水稳定 但由于后续没有新角色安排 玩家很快就会进入长草期 这样就会导致后续热度下降过快 玩家流失严重 好在目前只是推测 所以还请各位漂泊者先不要带节奏 实际效果以官方为准 另外来说 一个玩家发现的保底新方案 由于本人接触二游比较晚 一直认为抽卡都有小保底的 就如明朝一样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官方上一款游戏的抽卡 要更良心一些 翻看了一下各大UP的推送视频 原来真的有这么香的卡池 竟然还有60不歪卡池 为何这么香的设置 没有优化到明朝中 漂泊者们纷纷发表疑问 按照个人的理解 可能是游戏赚钱的方向有所不同 又或许 大小保底机制 才是当下二游最赚钱的方案 基本上主流游戏 都会延续这样的方案 玩家也就习以为常了 好在明朝新手时候 给了玩家一次100%定轨的卡池 虽然是常驻 总体来说 还算可以的 如果官方优化了抽卡保底 还是会有节奏放出 之前抽取新生怎么办 不论怎么安排 官方都挺难 众所周知 现在已经步入了1.0版本下班部分 接下来就是1.1版本了 目前大部分玩家 对于1.1版本的期待度 还是非常的高的 因为两个高人气角色 惊喜和常离 不少玩家都在等着他们 虽然说官方已经公布了 1.1版本的开始时间 6月28号和角色 但是一般来说 每个大版本除了角色 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内容 到底有什么改动 前瞻直播就会和大家见分晓 那么问题来了 前瞻直播到底是什么时候呢 按照二游一般的习惯来说 都会提前10天左右 同时又刚好是周五的时间 所以不出意外 应该会是21号 当然具体的 还是要以官方公布的为准 这里只是一个猜测 此外 关于1.1版本 还有两个乐意的问题 一个是版本签到送食连 目前有部分玩家在讨论 从1.1版本开始 是否要开启 签到送食连的活动 并且是每个版本 都延续的一个常驻活动 于而觉得 希望还是很大的 因为按照目前的一个 零课玩家可获取资源来看 并不是很充裕 所以每个版本再加一个食连 或许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还有一个1.1版本乐意的问题 玩家都希望手机端 和电脑端优化 目前有电脑端画质还算可以 但还算会有一些小问题 至于手机的就更加严重一些 目前玩家希望是 增加到120帧每秒的渲染模式 手机也一样 如果真的调整为这个数值 那么到时候的画质 将会有一个史诗级的提升 这一点还算非常值得期待的 当然 目前关于1.1版本前瞻的信息 还算要以官方公布的为准 最能最确定的就是 官方已经公布的卡时信息 精细和长